中国三千多年历史中 大部分时间都以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开封这五个城市作为首都 从西州到唐代 西安和洛阳更是各领风骚近千年 在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古都双城记》 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个城市的重要性 北宋以前西安洛阳一直处于王朝核心区 看地图可以发现洛阳有两条大河 三面环山、水路交通四同八达 正所谓天下之中四方路共最为方便 中国一词最早指的就是洛阳和他的周边 而西安与洛阳相比明显偏西 但生在险要 此地位于关中品院中部 南依秦岭、北林卫河 近可攻、退可守 是可席卷天下之地 总的来说论便利西安不如洛阳 论险要洛阳不如西安 从职能上来说 作为首都能控内是最重要的 唐代以前卧国政治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 所以三河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近东南 玉西北一带是王者所居 历代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 不过在现实各种因素考量下 首都的选择往往会偏离地理中心 这时候西安就成了最佳选择 这一战略要地对当时的山东地区可起震慑作用 同时关中平原还是当时全国产量最多的农业区 说完空内再来说说域外 在古代首都以外的城市 让人佣兵自重是极危险的事 所以很多王朝干脆把首都设在抗敌前线 唐以前中原王朝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 所以顶都最佳策略往往是以西安为都 洛阳为陪都以互补优势 而到了宋后外患来自正北或东北 首都的位置也随之改变 隋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难移 江南地区越发重要 通过洛阳能方便地控制长江流域 所以这时他开始略占优势 隋阳帝唐高宗都对他情有独钟 武则天称帝也定督洛阳 安史之乱后长安劣势完全暴露 当时逃亡朝的命脉悬于江南曹良的公输 唐德宗时有次曹良迟迟无法运到长安 饿得禁卫军差点造反 好在最后关键时刻运到 据说德宗父子相拥而起 到了唐末 昭宗最终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后 西安永远失去了首都地位 只极短暂地做过后唐的陪都 所以有人总结出中国历史前期的一个定律 王朝进取则定督长安 守城则定督洛阳 不过也有例外 比如北魏孝文帝从大同迁到洛阳 一是为了方便改革 二是为了进取南朝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世平动力史栏目 让人忧伤的是 北宋以后 西安洛阳即使从理念上 也永远和王朝都城地位告别了 西安为都的回光返照 发生在1932年松户抗战后 国民政府担心南京将来沦陷 于是设洛阳为行都 后又设西安为陪都 这个西京筹备委员会 前后存在了13年 但全面抗战爆发后 实际成为陪都的 却是重庆 黎世平客户端 全新上线